I can see that you are up and down Give it a year and you can figure this out Open it up when you are able to see You can adjust to be with someone like me Hello大家好我是Hayman 最近天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種變涼了變乾了 真的入抽的感覺 通常這些時間手會很癢很想買東西 所以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些初抽我買了的單品 又或者在現在這個時間我覺得很值得買的東西 種類都算多的 包括有電子用品 還有化妝品 有飾品 有香水 有fashion類的items 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 首先想說兩樣的電子產品 MASHA的喇叭由我們搬出來第一間屋開始 首先就是樣子長得很漂亮 有一種復古的感覺 音質方面雖然不是最好最好的 但普通用來聽歌我覺得也是十分不錯的 然後最近我們就入手了這部是細細版的MASHA 非常之便宜 價錢是一千元左右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是超級輕便 一隻手就可以拿著它 無需薄線 只要充電 就可以拿出街用的一個藍牙喇叭 來到秋天我想都多了有人會出去夜餐 又或者露營 去到這個時候如果就這樣用電話播歌 就會好像聽下去沒那麼爽 所以我們就買了這款回來 另外它除了可以拿出街用之外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之前的一條影片 就知道我們在睡房裡加多了一部電腦 那這部其實我們長期如果不拿出街的話 就會放在那部電腦那裡加進去 整個音質就會好像再提升一點 而使用方法方面都很簡單 它只有幾顆按鈕 首先就是面上這顆金色按鈕 你就可以開啟電腦 然後就可以加大小聲 另外就是頂部還有一顆按鈕 可以讓你駁回藍牙 整體來說就算你不是買來自己用也好 如果有朋友生日、入伙 又或者你知道它是喜歡露營 喜歡出去野餐的話 買來送給它做禮物 我覺得收到都會很開心 去到第二樣我覺得它不是一個 專屬於秋天的單品 但因為最近買了它就順便來分享一下 最近其實我也計劃了即將會去旅行 所以就想要一部小型一點 輕巧一點的相機出去拍Vlog 自己本身用的相機 就是現在拍片的這部Canon M50 另外就加多了大光圈的鏡 大家平時看片就會有個後面blur的感覺 但這部相機拿到外面就會有點重 而且整部拿著拍片就會有點尷尬 另外因為它比較重 所以變成防手震功能 在我手上是完全不是很有用的 手上這部新買的相機就是來自Sony的CV1 也都是各大YouTube Channel 都很多人在用的一款 它主要都是真是Sell給你拍Vlog 很輕便 還有一部其實它拍照拍片的狀態都不差 它的對焦功能是很快的 其實拍Vlog的時候 最重要我覺得是對焦 防手震 以及本身拍出來的畫面會漂亮一點 光亮一點 除了防手震之外 另外兩樣東西都做得非常好的 如果真的要開防手震 可能整個畫面就會裁切了 少少Crop了一點 如果你也是會即將去旅行 你又真的想找一部小小的相機 一部弄好拍照 再加可能拍少少Footage的功能 我覺得這款是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也是女生會很喜歡的白色 接著就來到一些Fashion Items 之前如果有看我另外一條很密推薦的影片 就知道我最近是超級喜歡買Polo的東西 在韓國那邊這一兩年是完全再流行出來的 首先我買了一頂藍色的魚膚帽 很簡單的魚膚帽形狀 中間有個Logo 其實我最近也在找不同的魚膚帽 但是帶上去之後 頭型有很多都是很奇怪的 但是Polo這款 你可以看到它毛身這裡 就不會做得太高身又或者太闊身 反而它是有少少好像修飾了你面型的效果 而且魚膚帽我覺得 都是很容易修飾到面型的一個模型 因為它這裡就會偏向闊一點 你跟臉有對比的時候 就會顯得臉再細一點 而且我自己也不太喜歡太高身的模型 就好像把整個頭型再放大一倍 而這個模型我覺得是剛剛好 我自己最喜歡的款式 至於我買了的尺寸就是細碼 我買那一刻就只有這個顏色 所以我就照買了回來 第二我買了的東西 就是自從我留意韓國那邊 是興起Polo之後 不斷不斷一直看的一件冷衣 就是一個非常基本的開胸冷衣款 買了的就是Cream色 然後Logo那邊就是一個深藍色的馬仔 而且我是特意買了它這個螺旋扭紋的款 因為如果你看過男裝又或者薄款的女裝 它是有些平面的 就這樣針織款 但是今年我覺得是一定要買這個螺旋扭紋 日本的網店 它們的冷衣 其中一個很流行的元素 就一定要有這些螺旋扭紋 會比較偏向美色 復古風多一點 就沒有本身就這樣針織那麼悶 多一點層次感 為什麼我會買了這個開胸的版本呢 就是我想它多幾個不同的穿法 其實就這樣過頭套那種 都是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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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寒帽都是穿得好 但是我就想它本身可以做到一件拖款 也可以做到一件外套款 又或者開胸的時候 然後當它是一件小胸肩披著 又或者搭著 都是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要在他們店鋪選一件冷衣買 我覺得買開胸款CP值是會高一點的 除了我手上這件的cream色 我另外還看到一個咖啡色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看的 遲些冷多一點 就看看會不會入手買 然後我就再買多了一件衛衣 這個品牌是我一直都很喜歡 但是一直都忍著自己的手 沒有落單的 直至之前看換成戀愛的時候 你應該韓國那邊不知道他們是上年拍 還是現在拍 溫度都已經低了一些 那他們那邊就已經開始穿衛衣了 那我就看到HIDO在裡面 穿了這件ARMY的衛衣 那我忘了它穿的版本是淺綠色還是淺藍色 其實這些款應該是春季的顏色 現在我在官網已經看不到 那我就在FARFASH買 買了的薄荷綠色是非常unisex 還有它最Signature的紅心 還有如果有興趣 我覺得他們的Fashion Show 是絕對很值得看的 所有的產品都是在售中unisex 然後他們配搭是很貼地 真的是一般人都可以處理到的穿搭 Cutting方面都是做得非常不錯 我穿這件就是size S 然後穿完上去我160的身高 就剛剛好蓋屁股左右 它是oversize的 肩膀這些位置不會幫你加到好像很闊很大隻 是順著肩膀的線條下去 質地方面我覺得也是有驚喜的 摸完實物之後 我覺得是比起我買過差不多價位的品牌來講 算是做得挺實正 還有很有質感 去到下一款就是一對Timberland的HERF 這款其實已經不是最近買的了 我想是我20歲頭左右買的一對Timberland 經典之所以是經典 因為它真的會重複流行很多次 好像我20歲頭買的時候 它那一陣子是非常流行的 可能去到之後那幾年 就真的輕一些女性化多少少的HERF 例如一些長布 又或者牛仔布 但是今年 因為韓國歐美那邊實在是太流行軍裝的運動風 而要打造到這種風格 Timberland是非常之適合的 所以它今年又再流行回來了 不像我們平時可能女生穿著 一些纖細的感覺 或者精緻的感覺 它真的偏向硬朗多些 下型其實絕對不騙大家 真的不算很修腳型 但是它做到出來的感覺 在任何其他每一雙鞋都已經取代不了 如果你身高和一樣 不算太高 它都可以幫你默默增高很多 而且穿下去 除了會比較重一點之外 舒適程度也不是很差 而且我覺得買一對這些經典款 可能真的穿很多年都OK 好像我這一對 它至少都有六七年歷史 當年是瘋狂不斷穿著它 它之外整堆鞋看下去都是非常之新正 如果大家想看多些關於它的穿搭 可以上韓國的一些本地網站 看開有幾間 整個秋冬新款的三系列 都是用它來襯的 完全沒有換過鞋 就算是男生或者女生 都會用它來襯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看一下 去到下一個就是一對Chanel的耳環 其實之前買了Chanel的耳環 我都不敢拍片分享 換季換得太快 或者我本身上網看中了耳環 去到現場又找不到同款 我都怕有這個情況出現 但是這對真的最近買的 希望大家如果看完覺得喜歡 是還可以在店裡遇到它 它其實就是一個做得很精緻的閃石款 它主要就是一個圈圈的形狀 它是所有角度看下去都頗好看的一對耳環 重點就是銀色的配色 所以是很多衣服都可以用它來襯的 尤其是秋冬天 可能衣服會比較簡單 又或者簡單簡單 如果比較弱一點的話 加上到有重點的耳環 整個套子就會再出很多 這款我自己買完之後 也有經常帶到它 而且我都很喜歡正面看下去的時候 有一個CC Logo 因為圈圈的耳環 其實我都看了很多季 但可能有時候看的那些 就太過誇張 有點難配襯衣 又或者它本身的CC Logo 是做在側面的 當你正面看的時候 就不太看得出 而且這款我覺得 我覺得無論在大小配色 精緻度方面 我自己都覺得是實用 而且會比起平時 就這樣單粒的Logo 會再特別多一點 去到下一款 應該是很多女生都已經有用過 還有知道的Chanel蛋蛋Hand Cream 這款其實就不是我自己買的 是我朋友送給我的 但是我用完之後 都覺得是幾有驚喜的一款 踏入了秋天之後 我手已經很多次被紫戒了 其實夏天的時候 我是真的不喜歡塗Hand Cream 就算這幾年可能 消毒隻手或者洗手 的次數會比較頻密一點 我也是不喜歡塗Hand Cream 塗完那種黏痴痴 又或者按手機的時候 會黏了Hand Cream下去的感覺 但是這款 我覺得它的滋潤程度 是真的做到剛剛好的 而且香味非常之香 滋潤感是有的 大約30秒左右 它就已經吸收了 而且很容易可以看得出 一款Hand Cream 是不是過於黏痴呢 就是摸你自己Hand Cream的瓶 會不會是很黏痴痴 很多CreamHand Cream在上面 那我這款是完全沒有 摸下去還是很爽手 很乾淨 還有可能因為它的樣子 真的長得很可愛很漂亮 所以每次拿出來用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開心 去到下一樣 就是一個非常適合秋冬天用的眼影盤 就是韓國國民級的Dice Q眼影 這個品牌很多盒我自己都有 但是顏色也是會偏向清淡一點 我覺得很多香港女生會喜歡 偏向淡妝自然多一點 但是踏入了秋冬天 可能大家妝容上面都想有多一點的變化 以及會配合自己的穿搭 可能會穿一些Tweet褲 或皮褲 妝容上面可能要多濃一點 才能夠平衡到那種感覺 而我手上這盒最好的地方先說 濃淡都可以做到 其實我今天的眼妝都是非常淡 你不會看到太多眼影的色塊 但是都是非常自然 而且不會太過Warm tone 不會太過偏橙 也是用它化出來 除了它可以做到這麼淡的眼妝之外 如果你是喜歡做一些微煙燻的感覺 它也是完全OK的 這九格裡面就有了 本身我喜歡的牙身眼影 還有一些超細微的珠光 還有兩格是大閃片 如果我真的要去派對或者晚上出去喝東西 就先會用這兩格而已 平時我多數都是用其餘這些 不是真的好閃的眼影 就算有少少珠光在裡面也好 它也是超好推 還有超貼眼皮 重點剛剛跟大家說過 其實它是淡妝和濃妝都可以做到 就算你要做濃妝的時候 都不需要點幾次上幾層上去 才會顯色 如果跟我一樣 都是喜歡用手指去上底色的話 就可以用手指大力一點點按下去 然後拿多一點粉 直接推上眼就已經OK的了 因為它真的很好推 很容易推得均 所以就算你拿粉的量 多一點也是不怕的 完全是可以推得均 還有邊界感也不會很強 去到這條影片最後一樣 想推薦的產品 就是Galane的一支香水 它們這個系列的香水 我就有我手上這款的白紙 還有一款是橙花 也是我在春夏天非常喜歡的香水 但是一踏入秋冬天 我覺得是一定要拿這支出來和大家說的 它如果你是不喜歡偏向甜的感覺的話 這段你可以 skip走 但是如果其實你都OK甜甜的感覺 不會太反感的話 請你聽下去 還有真的真的要去門市那裡試一下它 因為香水真的很難形容給大家聽是什麼味道 所以我就說一下它裡面主要的成份 給大家想一下它究竟是什麼感覺 首先前條它會有一種當歸的味道 會有里的味道 會有粉紅胡椒的 當歸味當然我們平時可能聞下去 就會好像偏向藥材一點 但是在裡面它已經完全蓋過了種味 反而當歸就可能變回一種 平衡它的甜味的感覺 去到中調就會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Jasmine和香芹子的 後調也是我自己最喜歡它的地方 就會有Vanilla 然後會有當歸和雪松味 一聽到這堆的成份 應該都想到它是一個偏向厚身多一點 同時又很軟綿綿的香味 其實它裡面本身主要做一個甜氣的感覺 但是它裡面加了當歸 也加了一個雪松 所以就算是一個偏向甜點的香氣 它都會用這兩個成份把它拉回來 平衡一下之後 不會甜得太過分那種 所以它的甜味變得很有深度 很有韻味 還有很有層次感 我會形容它做一個軟綿綿的綿羊千金味 當你去店鋪真的試過這個味道聞下去的時候 你就完全捕捉到我在說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完全沒有攻擊性的味道 但是同時它真的聞下去很貴 其實我覺得香水絕對是在Beauty的產品裡面 非常之一分錢一分貨的東西來的 很多可能洗臉的產品 睫毛膏 眼影 無論是便宜的貴的 可能差別用上去 感覺不會真的差太遠 但是香水方面 好巧的調香絲 可不可以將每一層的層次表達出來 前中後調是否真的有不同 另外就是好像這種 偏向甜點的香水 是更加巧本身的原材料 和調香絲的功力 如果你原材料是用得不好的話 是真的有一種很假的 很甜的感覺 但是這款 你聞得出它是值得這個價錢 調香絲真的做了很多功夫 令到它那種甜味 不會太過很搶風頭 再形容多一點 它就不是一個非常妹妹 或者小女兒用的甜味香氣 反而是會溫柔一點 有氣質一點 成熟多一點點的甜氣 而且如果你春夏天用這款 我也覺得有點太厚身 真的要來到秋冬天 當你穿着毛毛套 又或者頸巾的時候 用它的感覺就剛剛好 好了 那我們今天這條影片 暫時就到這裡 希望又燒得著你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給我like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社交平台 不要忘記按下頻道的鈴鐺 我穿了影片 第一時間就會通知你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好